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个孩子 考进清华北大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在陕西延安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五个孩子当中 有四个考进了北大和清华 三年当中 老大老二和老五考入清华 老四考入了北大 为此延安市安塞区 给予了30万元奖金 耕读家庭 看完这个新闻 再去深入的了解这个家庭 真的是无比的钦佩 当记者采访这一对农民夫妻 让他们谈谈育儿经验时 夫妻俩一脸憨厚平实的语言 却蕴藏着深刻的教育理念 简单整理了一下 与感兴趣的各位父母来分享 第一 父母坚定的信念 父亲因贫困 初一就辍学了 母亲根本就没有读过书 但夫妻俩却有一个坚定的共识 那就是再苦再累 也要把孩子供上大学 要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 第二 正确的管教 父母从来没有打骂过孩子 如果孩子在学校里不好好学习 夫妻俩就把他们领回家 跟自己一起下地干活 让孩子们亲身体会 父母没有文化的辛苦和生活的不易 第三 良好的家庭氛围 在这个家庭当中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是一种彼此肯定 彼此尊重的关系 父母对孩子有很深的信念 从不过多的唠叨和干涉 体现出来的前台词就是 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好孩子 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去做 处处体现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和尊重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 孩子们你追我赶 各个努力向上 第四 父母遇到了再大的困难 即便是没有钱四处借贷 也尽量不让孩子们知道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的读书学习 他们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抱怨 哭穷和诉苦 而是用勤劳和乐观来影响孩子 为孩子们撑起求学的道路 感谢观看